好啦 好啦 我都想明白了 工作可以替代 但是我在乎的人 没有办法替代 伤害我和我闺蜜之间感情的人 必须出局 伤害我跟林皓之间感情的人 更必须出局 晓妍 这次是我过激了 那些话我说出口我就后悔了 根本就不怪你 不过 你那天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 才那么眨毛的呀 又问又问 这么刨根问底 你是不是向妈妈附体啊 你这么说我姨妈 小心我告状去啊 告去呗 总之你别问了 真的不是生你的气 你要实在不想说就算了 不过你要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 我绝对不会出卖你们几个 更不会推你们几个出去试探谁 知道了 说起道理来一套一套的 真以为你是那什么测出来的 思想家星球来的呀 那你也用搜测一测 你是来自什么星球的 说不定可以匹配到一个搜妹的 就把你给收了 我是艺术家星球的呀 看来我就是天生的艺术家 那你再试试灵魂匹配 看有没有人配得上你啊 我才不要呢 我害怕男朋友太多呢 我还匹配一个 太多说明没有真正合适的 你试一试 说不定给你匹配一位艺术家 你们就白头到老了呢 我才不相信白头到老呢 看你这一脸春意傲然的样子 最近又有桃花开了 什么的好花 我这就一棵千年不开的铁树 所以你现在穷追不舍的 还是聚会上那个短发女孩 记得够清楚的呀 是不是特别致情 确实挺不配的 我最近呢想了一心招 你帮我参谋参谋 好 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 只能让你请我喝酒 您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 您喝 我负责开车送您 我就住上面的酒店 不用开车 那 那我陪您喝 算了 不想喝就别喝 反正您又不像我 不需要接酒消愁 好 郝总 有什么愁的 能不难过吗 结束的不只是婚姻 朋友事业全没了 也不是全没了 不是还有我们这个项目吗 现在这个项目只是替别人搭桥 我没有自己的公司 很难揽到大的生意 那就再成立一家公司啊 以你的能力 新公司一样可以风声水起 成立公司 在哪儿 哪儿都可以啊 比如新州 你有这么多人脉 成立公司绰绰有余 你希望我留在新州 你希望我留在新州 也不一定是新州 深圳上海都有那么多合作过的公司 就看您想待在哪儿了 我想留在哪儿 你猜不到吗 你还没什么主意 许总 这么巧 又见面了 郝总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 来出差 我的事你没听说 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 恭喜 所以过来见个人 说不定就留下了呢 这儿是许总的地价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郝总 你谦虚了 你人脉这么广 到哪儿不都是你的入场 对了 许总 介绍你认识一位 我特别看好的青年才俊 这位是一天公司的销售主管 林浩 这位是艾斯基的首席技术官 许承意 许总 这位是 马克 许总啊 不仅是艾斯基最年轻的高官 而且在新州 甚至是全国 也是习市水平最过瘾的CTO 你以后要多多向许总学习啊 许总 你以后也得多给我们年轻人机会